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新聞 他們出一個新聞就是警界突然有兩個高階警官 高雄跟台南市政府的警察局長被拔關 這背後凸顯了哪些被我們忽略的訊息 我們辦案的一個據點 是我們辦案的開始 我們能夠掌握到他們所有的這些人的辦選 我們才有辦法把這個治安做好 那其實我來對這個工作量並沒有熟悉的一天 好 回到現場 在座沒有一位是社會記者 但是反而好 因為我長期所瞭解 社會記者在談警政新聞的時候 太多友誼關係 不是侯友誼那個友誼 因為他們跑著警察 你就要哭哭去新聞 都要幫我倒三天 所以我說不方便講 所以從業員次開始 用一根職場紙開口的時候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 蘇葵怒訪說治安敗壞 特別點名高雄跟台南 兩個警察局 這前幾天包括有人死在路邊 槍擊又怎麼樣 奇怪 十天開兩次槍 台南高雄兩個警察局長閃電八關 這個院長在參加警政署相關活動的時候 還特別說蔡總統也對於最近 南部的警政治安的敗壞 有一些關心 那院長所有的講說 像這個高階警官要注意 那我們來看相關新聞 陳家欽火速一個小時拔關 警戒盛傳就是要非陳家軍 陳家軍就是這個陳家欽 現任警政署署長陳家欽的陳家軍 但不是他的陳家軍的周宥偉 現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下台了 警察長蘇貞昌13日表示 出席警政署的警察防疫兼兵的表演活動 致支持台出蔡總統廖中華 表示對近來南臺灣自然感到憂心 強調我覺得獎勵要從底層開始 但就著要從一個縣市的局長 和相關的負責主管開始 之後前期傳出高雄市警察局長李永葵 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周宥偉會被拔關 那的確大概很快的一個多小時之後 警政署就把相關的公文就簽好 才短短一個小時 實際中午11點多 警政署長陳家欽就火速 將台南高雄兩個直轄市 警察人事異動公文 直接送進內政部部長室 同時也提出接任人選 直接要徐國有簽字確認 你不覺得文字上的描述 很像徐國有被逼的嗎 有那個feel 那昨天也不好意思問他 OK 那最新的接派的人士是 劉柏良 現任警政署副署長 前刑事警察局局長 接任高雄市警察局局長 警政署的專門委員曾永茂 接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短短一個小時 警政署高層拔關反應之快 明顯超前部署 重點擊的事 早就準備好了 所以時間搞院長罵人 你怎麼說文簽簽 人就馬上派好了 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糾教一下 原資您對這事情的看法 另外臺南市長黃偉澤 也幫他的好夥伴 周宥偉局長講話了 最後一刻周宥偉 已經知道他確定要被調職 他還在主持相關的 治安的查查工作了 他說他當局長 沒有鬆懈的一天 那這個六都治安滿意度排名第一的 也是周宥偉 所以這黃偉澤市長也講說 比台南更嚴重的有好幾個縣市 如果依照這個標準 早就換過好幾輪了 但他尊重中央的警政人士權 希望要有全國一致的標準 偉澤輕鬆的不罵人 但是也講出一句重話說 難道有一個全國一致的標準嗎 還是只是我個人有的判斷跟喜好 所以文家哥這件事情很難不讓人家聯想到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我昨天其實有聽到一種說法 就是說蘇葵一次拔了兩個人 一個是高雄市的李永奎 另外一個是周宥偉 但是實際上其實主要是要針對李永奎 為什麼呢 因為李永奎在韓國瑜被罷免的過程當中 是完全靠到韓國瑜那邊去 所以有引起民進黨中央的一些不滿 這我昨天聽到了 那我不知道哪個壞人 心眼這麼小 周宥偉就順便 因為你太針對李永奎也怪 尤其是高雄現在是大家最矚目的焦點 但是問題不管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件事情會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政治的原因在裡面 為什麼呢 就像剛剛黃偉哲所講的 請問一下你把關的標準是什麼 全國一致的標準 理論上你應該要把很多不同的數據拿出來看 比如說犯案率 破獲率 對不對 犯案還包括重大刑案 哪一類的刑案 對 妾刀案或什麼的 有的時候是突發事件 譬如說有鬥毆 那這鬥毆是幫派鬥毆 幫派鬥是組織犯罪 這比較嚴重 還是偶發事件 有些人在吃薑母鴨 不爽就打起來 那你不能把吃薑母鴨不爽打起來 這個算成是幫派鬥毆 這兩個是不同的事件 所以你要去分析 你去六都排下來 到底台南治安有沒有最差 高雄治安有沒有最差 你要講一個說服大家的一個論述出來 那以這個蘇貞昌來講 以前他們就 我覺得沒有讓大家覺得 你有一個客觀標準 比如說以前針對韓國瑜 有直播組在高雄 被什麼挑戰被打 好馬上徐國勇就到高雄去作證 可是桃園之前也發生過 有直播組被挑斷絞金丟到草叢裡面 然後很恐怖 直播到一半被抓走的 沒有看到中央官員跑去桃園 所以蘇院長特別愛護鄭文燦同學 你認識就這樣 對 如果說同樣標準更恐怖 你不去 高雄你就去 所以這個就很難不拜託他聯想說 治安事件變成鬥爭的一個工具 好 這個真的非常委屈的業員之同學 所以我覺得蘇院長你要講清楚 尤其是蘇院長一直被認為跟徐國勇不合 這個就是公開檯面話 也不是我在見鋒插針 兩個人都吵到蔡英文前面去 然後最後還蔡總統說 你們兩個不要吵 所以是不是這個事情是針對徐國勇 還是陳嘉欽的問題 還是因為現在陳菊要當院長 我覺得他說清楚 不然大家真的會覺得 我們行政已經不中立很久了 OK 好 我昨天也試圖做一些採訪 的確關鍵是在超前部署 一般來講說 哇 調動沒那麼快的 要叫你走也沒那麼快 調動也沒那麼快 有人說在走就說好了 所以我覺得未來不管蘇院長或是徐國勇部長 或是陳嘉欽署長對超前部署來自警戒內部的一個懷疑 打個大文化 應該要做優先的說明 這個時機怎麼幹這件事情 我完全不了解這件事情 我把理解 就是說到底當中有沒有政治 然後為什麼可以超前部署 如果這件事情有超前部署的話 我想應該是想換很久了 那至於想換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單純的說 因為你們有槍響 我覺得有槍響當然會對市民來說 心理上面會有一些 上次那個案子不好 那個一個人就躺在馬路邊 然後這個畫面在網路上流傳 看起來是很不舒服 好那所以如果他們真的在這個 局長任內 你轄區裡面的案子的確害人聽聞 然後這種頻率變高的話 我覺得測換比較有道理 那至於說背後有沒有什麼政治 然後這些派系 坦白講我還真不知道這兩個人 他們到底代表是誰的人馬 那我覺得如果用人馬去判斷的話 比較不恰當 因為這兩個地方台南高雄 如果真的都有這些案子 那這些案子真的讓市民覺得 以前沒有這樣 現在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他們是不是應該要皮繃緊 局長當然應該要皮繃緊 那所以被撤換掉的原因 我覺得如果是正當的話 那當然就應該要撤換 那只是說因為按照原知的講法是 他這個人跟那個人不合 所以上面的人跟下面的人又不合 那所以又怎樣怎樣 那我覺得如果掺杂太多政治因素的話 不會有一件事情辦得成 OK 就是說你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用政治去解讀的話 你沒有從市民的眼光去看的話 我會覺得對市民比較不公平 因為這件事情到最後調動完了之後 那個承擔的也是蘇院長 那所以蘇院長必須要承擔說 那市民覺得怎樣 就市民的期待如果不符合這樣子的要求 覺得哇 院長好不公平的 那也是院長自己要承擔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會做出這種決定 撇開政治的因素 我覺得多少一定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在裡面 是 周衛偉最近有一個對他比較不利的 一個內部的風紀問題 就是他對一些重大刑案 蘇有涉嫌 就是隱匿沒有往上報 那當然他極力否認 他願意再接受調查 那保證人不同意請說 我自己覺得蠻亞意 因為其實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蘇院長本來不是去參加警政署的一個防疫兼兵的表揚活動 怎麼開心的一個事情 然後講著講著突然就拔關了 而且就是兩個關就同時在半天之內就立刻被拔掉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徐國勇跟陳嘉欽的一個內鬥所造成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當然現在是有點說不準 但我真的必須要去講 就是現在有時候看蘇院長他在發言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有時候是不是好像並不是事先規劃好 還是他其實已經規劃很久 只是都沒有就是表現出來 那感覺好像是有一種我心情一來 不然我就直接我想拔關就拔關 現在會讓人有這種感覺 那包含像是其實之前在這個紓困也是一樣 那時候他也是在這個拿著一個很大的這個桿子 然後在那邊紙畫的 對對對 然後就讓大家覺得說 哇這個政府實在是太棒太棒了 然後後來才發現 這個基層根本都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他根本就沒有宣達下去 然後變成就是一個大內宣的情況 所以我就會最近就一連串的事件 會讓我覺得說蘇院長到底在發言之前 在做這些重大的一個事項宣布之前 到底有沒有先規劃過 或是有沒有先跟其他人討論過 又是這件事情又是誰受益的 難道是蔡英文總統受益的嗎 那如果是的話你就把他講清楚 到底為什麼你要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是好這個保證的火力 保證的火力越來越強 已經針對蘇貞昌院長炮轟好幾次 來有一個轉下一個題目 有一個小題目 我要問一下趙立 這個年輕人喜歡的 博恩夜夜秀報 藍綠白黃局 黃是哪個黨 黃 就是我們 藍綠白黃局都有付錢 黃國昌說我從來沒付過 奇怪 黃若是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付過 黃國昌沒付過 這個說法是怎麼一回事 來聽聽趙立的意見 國昌兩次其實 我也這邊報個料 就是我負責聯繫的 那兩次確實都沒有付錢 因為兩次都是博恩主動要求 過去誰付錢 誰去上過要付錢 我們有上過的應該是邱顯智 那他是他付錢 因為他那次不是我聯繫的 不過付錢也不算怎麼追 因為博恩夜夜秀 反正就是個商業性的一個節目 他很多產品置物 對很多置物等等 那你覺得 國昌老師特別提這個說法來說 是搞政治費得花錢嗎 不是 因為應該是想就是說 國昌內的有點冤 他不是發在什麼公開的版面 他是發在他社團裡面 結果裡面有熱心人士或是記者 就直接把他截圖出去 那他就知道變成是一個新聞 他本來只是想說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了 然後很多支持者可能去問他說 那國昌老師有沒有付錢 對不對 就是在講你 因為他上兩次大家都知道 結果他可能在社團就回應 大家說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其實只是在社團裡面回應 結果就截圖出去變成新聞 所以倒也不是說 他特別想要操作這個題目 或是說做一個公開的回應 好非常謝謝趙莉的回應